他在CBA当中会效力于天津队 领胡命中一记三分九 破 余昌东要犯规 那这是今天一键连第二次持球 第二次持球造了 这个新疆是两次杀伤 一个非常优秀的四号位 而且他兢兢业业 开局阿联四发四中 比例全球 阿联的确实在这个 把防守的质量提高 打防反 高效的防反是广东 这之前你看又是一样 一键连他的防守为什么面积太大 背转身 漂亮 这是阿联非常擅长的动作 余昌东防守呢 其实你看就是阿联整个 他这个体能消耗也有一些 从能力上来说 肯定是一键连极高一波 压制 而且现在广东一零点监 新疆十分了 又进一个 这样第一节 一键连十五分 胡明圈九分 二 人才的成长的这种状态 我们在第一节也跟大家来交流过 好球 高位的撤影 麦尔丹 传下来有机会把这个进攻效率提高 这是重要的 阿布杜拉姆 阿布杜拉姆 这球 余豆豪传球力道有些小 漂亮阿布杜拉姆 打进有效 真是自信 阿布的自信是完全爆发 动作的连贯稳定 一气呵成 是否就要改变了 现在新疆仍有机会 阿布杜拉姆 突得真凶啊 这个时候年轻队员上来就是不能有任何犹豫 阿布杜拉姆 士组 阿布杜拉姆 分出来 那这样子希尔也将扑过来 打阿联的手这样是他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姜琪打得非常主动 又给外线 阿布图沙拉木 将近20分的分差了 非常强 掩护扎实而且有一击冲头 叶连是现在非常明确 把阿尔丹要调出来 看新疆队 阿布图沙拉木有一段时间 阿布图沙拉木没拿着球了 自己攻 命中 真厉害 一定要开火的 阿布图沙拉木怎么样 要玩一个不甘示弱 年轻人 防队 这边又是阿布图沙拉木 非常漂亮的传球给到内线 阿布图沙拉木 打到半决赛 阿布图沙拉木 和 辽宁的周琪 这算是最有价值球员了 太狂放 阿布图沙拉木 阿布图沙拉木 回来罚中 好 顾全 阿布图沙拉木盖掉了顾全的投篮 时间 西日立交这球被盖掉 再给内线 又是阿布图沙拉木 二十五分了 新疆前掌断球 十秒 新疆队制造了历史 新疆南篮 击败未免冠军 广东贵 王首杀入 全会 童年男兹主 篮球 决赛 这是一场神奇的比赛 黑白色游戏记得卡带 我始终待在身边 他提醒着我 时间回不到那从前才发现 收到礼物在那个冬天 就这鞭炮的声音 当年场面开始浮现 又不见了